回到新闻现场来关心桃园龙潭有车厂 近来有数台轿车的触媒转化器遭窃 损失大约15万 27号凌晨车厂老板看到窃贼又上门了 立刻报警抓人 顺利逮到窃贼 而且发现这是一名在逃通稀犯 人本以为窃贼被绳之以法可以安心点了 但没想到地检署却以疫情期间 暂缓执行为由 把窃贼放回家 让老板非常傻眼 车厂老板蹲在轿车旁仔细检查零件 没多久警车货报到场 原来车厂一连多天遭到扫偷光顾 27号凌晨老板又撞见窃贼上门偷窃 赶紧报警抓人 窃贼看到警方拔腿狂奔 和远警当街上演你追我跑 最后不敌优势警力狼狈招待 该男为目前通气在案之逃犯 存案讯后依窃盗及毒品通气案 移送新竹地检署侦办 本以为窃贼终于落网 但正值疫情期间 地检署透过视讯讯问后 以男子并非现行犯为由将人放回家 也让车厂老板相当傻眼 直呼防疫重要 但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难道不用管吗 那他是不是又消耗法外 那他这一段期间 如果他在放案的时候 又送到警察局 他又放出来 所以等于是一个免死金牌 老板言语皆满是无奈 怎么也没想到防疫期间 不只要严防病毒 这回因为公家机关防疫措施 还得提心吊胆 再防窃贼上门行窃 接下来 林志常台湾报道